梁振英今次去到大埔區參觀社福機構 並且首次去到食物銀行瞭解運作 又和居民見面 還和小朋友玩氣球 不過市民仍最關注的是年輕人置業的問題 香港短期的我們復建居屋 然後我們第一年拿5,000個名額出來 給白表申請人 即不是住在公屋的居民 申請免保地價買居屋 這些都是現在有的一些舉措 有市民希望政府可以調高輪候公屋的入息上限 讓他們有多些機會上到公屋 很多時候政府要建樓 私人樓好、公屋好、居屋好 首先有地 沒有地就完全談不上起樓 我們是不是完全沒有地呢 又不是完全沒有地 即使在我們現有的社區範圍裡面都有地 小塊一點的 但是往往要將這些地 把它劃為公屋 就會有當區的市民反對 所以我昨天都說 真的要大家幫忙 我們本住我們700民人士一家的精神 我們知道排隊申請公屋的 無論是年輕的 年紀大一些 或者因什麼原因都好 人數相當多 現在19萬個申請個案 不是人 19萬個申請個案 所以我們一定要增加供應量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們在大埔哪裡 我們找到快地了 可以在一座公屋 如果大埔居民反對的話 就算不是完全起不到 也可能會拖很長時間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知道 我們香港面對土地供應房 供應的問題是什麼 梁振英又說 年輕人應該要有優質就業 優質不一定說 你找到一份工 人工比現在很多 升級前途比現在好很多 當然這樣都是一種優質就業 但是優質就業其中之一個 元素或者要求是什麼呢 就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業 不需要一定是徒勞往返 變成自己可以多些時間 省下交通費 多些時間什麼 就是休息 有家庭生活做的 就是多些進修的時間 梁振英又說 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 會在這幾天入面開會 討論怎樣運用政府資源 又或者是關外基金 照顧有需要的人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林希恩報導